大家好 大家知道我稍後要外出 多謝各位參與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這宗新聞說什麼呢? 劉家昌沒有最壞的父親 只有更加無賴的父親 你覺得鄭少秋或劉家昌是誰比較壞? 跟大家分享下今天下午的新聞 劉家昌在10月26日在微博公開發文說他的前妻 恩珍的全名叫張家珍 和兒子張立衡 舊名叫劉子千千 說他貪得無厭 爭奪家產 問他們還有沒有羞恥之心? 翌日恩珍指兒子出道時被劉家昌威脅斷兒子的音樂之路 這不是現在才知道 之前已經知道了 並且劉家昌的發文 通罵他兒子是畜生 反問他 配做爸爸嗎? 他兒子又反問他 今天10月1日 劉家昌也繼續在微博發文 用了四千字反擊 要不需要四千字那麼多? 說真的一個人在音樂的歷史上 是一個大師級來的 為何輪落這樣呢? 就是和我賭字有關 他自己說這四千字說什麼呢? 說恩珍 如何獲害他的兒子 種壞了他的兒子 不讓他上學 買名車給他 其實很多父母都是這樣送兒子 有什麼特別呢? 然後他說他還幫他在北京外叫雞 他說這個做老母能夠做的事嗎? 但說真的 如果你說到他媽媽 第一你要先拿出證據來 可能他媽媽如果是真的 也真的做錯了 沒理由幫兒子叫雞 但你知道我講航空秘聞的時候 在飛機上發生的事都是和事件相關的 將來有機會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A.A.A. 說賭仔可以賣老婆 賭真是在嫖賭音吹之中是最壞的 因為沒有止境 你會不斷問身邊 認識也好 不認識也好 都照借錢 如果不是賭的話 怎會來到這一步 就是四千字文 我想陸續也會很難叫他閉嘴 但大半身人在音樂界 很多人都尊重他 劉老師 劉老師 但現在你有沒有見到名人是這樣的 畫爛了臉 為了要贏我單官司 不擇手段 劉家昌更加說 會向欣珍提出起訴 贏回每一分錢 捐他做公益也好 說真的 這些過不了勢 林佬就是淒離子散 一手造成 我覺得他在微博上 嘩嘩嘩嘩 太長了 嘩 這麼長 看看 嘩 千字文 真的 不如簡短一點跟他說 這一個 講個重點好 因為四千多次有段時間說 看看 好的 我盡快告訴他 看看你們覺得 評下道理 如果你人生中遇到一個渣男 你以為他比較壞 還是鄭少秋比較壞 誰知不是劉家昌 簡直是賤人 一個這麼大年紀的阿伯 還要把以前曾經愛過的女人 這樣去糟蹋還有他的兒子 他說 首先 我要為自己處理好的家務事 向大家道歉 沒有人要求你道歉 他說 大丈夫難免妻不言止不孝 那不是 大丈夫就不會像你這樣 為了愛面子逃避到今日 人總不能含冤而死 蔣家珍 即是恩鎮 我跟你說過 做人要知廉恥 只是靠說謊 是洗不清理 那些一件不得光的事 小孩子出生時是希望 培養他出人頭地 江宗耀祖 如果一手好牌被你打得這麼難 臨死也有把東西畫出來 揭老婆倉巴 揭兒子倉巴 你叫江宗耀祖遺臭萬年 我送這四個字給你 為了兒子入學 在香港求邵逸夫先生幫忙 並讓他去到香港最好的漢基小學 這是國際學校 在酒店等了兩個多月 邵逸夫捐了圖書館才讓他入學 另外沒有多久後再回香港 得知因為他經常抗課不回學 遭到學校退學 我如何向邵先生交代 趕緊地跑回上海安頓下來 又托人進去古北小學 一次非假日 他回上海又不上學 經常很生氣 問他為何不上學 他老婆說他感冒 從香港感冒到上海 又被上學校退學 上海只能回美國 剛剛回去的時候 市政府找到上門 說小孩子不上學 父母違法 會遭到起訴 香港、上海、佳利 讀過不足一個學期 拿不到轉校證明 亦沒有學校肯收千千 到最後查到了 去一個訓練營學習兩個星期 才可以入學 把他送出去 恩真在家裡 天天都在哭哭啼啼 罵到受不了 只好把小孩子接回來 美國不能在等 只能回台灣 在二世紀今日 還有一個小孩子 還未上學 沒有受過教育 會有人相信嗎? 說真的 如果你是一個好父親 你也可以教到 這麼多樂壇的人 精英出來 為何你不能和家人溝通 他說小學到大學 要16年 中目攜攜之下 恩真帶著小孩 躲躲躲躲躲躲 就16年 政府的監察和朋友的懷疑 要多少心機 多會計算 很久之前 蔣家珍 叫劉家昌 在幾張白紙簽上 我問他做甚麼 他說 劉家昌經常在外面 萬一家裡有事 可以添上 他毫不猶疑簽了 這個卑鄙的人 30年後 用得上 一個女人要活著 每天都計算她的先生 會快樂嗎? 說真的 亦都說你作為一個丈夫 是否一個令到你老婆放心的人 如果假時間那時候 你都這麼難倒 我不知道她的難倒何時開始 又或者 會否傳過緋聞 做女人當然要有點渣 問題是 你又簽? 如果你覺得她這麼不合理 你又簽? 這是你自己的問題 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小孩 根本不知道甚麼是道德和廉恥 你一直都在家庭裏面 扮一個學爸爸的角色 我不相信 他老婆不懂教 你也應該怎樣教 你應該是有些人 可能沒有管 放給老婆 或者你說的話 有多少事實 凡事自我為忠心 未成年買過多少名車給她 一步一步都撞 每次出事 都是她媽媽花錢的燒罪 我曾經打電話去上海 警告蔣家珍不要再買車給她 三天之後 又高價買了一架車給她 唯一一步的保時節 沒多久又出了車禍 而這些車禍的話 如果是真的 為何我們沒有在報章中看到她的兒子 說真的 名人之後 沒理由沒有看過這些交通消息 我不是說她說謊 但會否有誇張成份 她說更好 車上了國家領導人 領導級的孩子 令到她又過一關 十六歲未成年 半夜走去泡酒吧 喝到醉了 竟然把旁邊的桌子 普通公安局長打到頭破血流 晚上跑去深圳逃去香港 如果是真的話 不可能就這樣擺平 多多少少 這麼多年來都應該有些風聲出來 她叫一個業子 即是種業 說真的 種業當然不止 兩夫妻當然不止一個人種業 整個家庭都有業力 令到她天天提心跳膽的日子 行路沒有路 必須改變環境 類似繞路 有她媽媽在身邊 無限資金的援助 變得越來越壞 令她獨立找到美國MI音樂訓練學校去學音樂 中間特別找到機會 飛到美國去探望她兒子 跟她單獨相處 她媽媽不在 的確好很多 一年後又回來了 華立發行了劉家昌的老哥 成績不錯 也簽了劉子千成為新人 她以為有希望 為了千千出道 她也將世界巡迴演唱會全部都推 並且宣告退休 全力去培養她 說真的 真的不需要 這些真的不合邏輯 如果你要培養你兒子 你是不是更加要在樂壇上 人酒茶梁 這道理你不懂 她說這些 我言語間看到歌人 她說的話有多真 如果你真的要培養你兒子 應該保持著你的地位 你在樂壇仍然在做事 人家才給你面子 你說你退出樂壇去捧你兒子 說到自己這麼偉大 如果我有少少邏輯力的人 都不會相信100%是真的 她老婆說 阿健退休了 不能夠再賺錢 一反常態 圓形不勞 說真的 她是不是為了兒子去退休 真的不知道 所以她老婆 就算可能 有什麼原因 去反常態 當然她老婆 應該是這麼多年來 有些投資 如果不是這麼多錢 給她兒子去花 是吧 你現在說到 為什麼你退休的時候 你老婆一反常態 她真的完全一元都是靠你的 她自己沒有投資 沒有投資又怎樣拿 如果一向是拿你的錢去貼她兒子的話 你隨時生水喉都可以 這些真的不合邏輯 她說他們搬去南灣的新屋 有一天叫安妮姐 Annie姐 送了5萬港幣 1萬人民幣來 劉家昌問她 做什麼 這個恩真說 給你的生活費 她生氣到扔在地上 天下世界上有這麼現實的人 現在說 她叫Annie姐 送了5萬港幣 即是說 女人給你洗 還要被你罵 她老婆 為什麼不是你給錢 不是你給家用的老婆 老婆給家用你 人家給家用你 還發脾氣 這些真是狗屁八痛 真是相信她有成的雙目失明 接著她說 恩真把佔了她的財產 亦不聽她指揮 她龍虎山公司的項目等於跨了 恩真太低估 以為她做人和信譽的努力 做這個項目會爛尾嗎 我就要做給她看 用成功來教訓她 令到她後悔 但是 劉子千第一張唱片錄了很久 非常難產 她亦以劉家昌的專業 當然知道年輕人和她的音樂有差異 從來都不參與 她說她沒有參與 但我曾經聽過她要求她兒子跟隨她的風格 她兒子當然不同意 她說 由台灣大陸搬到美國 阿伊維完成不了 唱片公司排期有預算 吳敦叔幫忙 把玫瑰放在她的新歌做主題曲 出版成績平平 唱片公司不賺錢 她不會再積極 即是不賺錢 即是我的片 這類題材不行 就轉過第二個題材 就不會再捧一個新人 她不太爽 而且她覺得有她媽媽撐腰 又開始瘀走 罵人 原形不露 如果她兒子真的這樣 應該照計很多 你逃不過的娛樂圈的記者之筆 吳敦仲明 建議她不如認識個女朋友 將她本行有媒體監督就會更好 說真的這些選友 你和家人的關係不好 代不代表你馬上認識個女朋友 並且將她本行 這些是涉及到MeToo的話題 吳敦介紹了公司一個女生給她 她自己都很滿意 兩個人感情很好 我想問一下 你要本行一個女生 你一定要和她發生兩個人感情好好的關係嗎 這是什麼的說法 因真 她說蔣家珍怕她和女朋友跑去 開始百般挑撥 如果別人還未和你離婚 當然要挑撥 你明明有小三 或者和那個女生 傳出什麼緋聞曖昧都不好 你年紀都不小 樂壇的前輩 沒有人格的偏造說 算命算出的 她的女朋友 黑倒她的前途 紅皮的 這種活生生拆散了一段年輕人的感情 她不是說她自己是年輕人 她說我忍不住了 罵這個恩真 太過沒人性 卑鄙 這個女生是父母生的孩子 看女生的眼淚 心痛如皎 無限的協議 這裡她說究竟是介紹女生給她兒子 還是介紹兒子給她自己 這是沒有說的 不好意思 然後 我突然間又不見了 對不起 好 等一下 這個 會突然間沒有了 那個人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好 好 謝謝大家 等一下 很快 很快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出來了 暫時都會躲起來 好 Anyway 繼續說 Oh my God 好 多謝 好 繼續說 她說我一生 劉家昌這樣說 捧紅過不少演員和歌手 一手的念你 令到劉子千加傳互曉 開始有些負評 劉子千上了一些通告 慢慢扭轉了正面 她是巨星的架勢 前途無量 但她媽媽怕劉子千紅了 就走了 撤除了所有參與工作人員 自己的掌控 看到同時出道的蕭敬騰 不僅個人成功 而且團隊也是跟著好日子 劉千千的團隊成功後就失業了 之後恩真掌控了她十多年 在家裡一步都進不去 她自己也出過片 拍過戲 但無聲無息 血本無歸 專業人的事 不要用錢就能得逞 等待了27年 望子成龍徹底破碎 做父親的 看下去幫她說兩句話 她騙著拳頭要打人的架勢 令人心寒 我不怕她捱打 是怕上新聞 刁面 你現在又說 不應該現在爆發 她說她的助手海天 有一天流著眼淚找劉家昌 她說劉子千罵她媽媽很狠 她看下去辭職了 香港好朋友K媽跟她說 看到劉子千和她媽媽說話一句一句 就是FF字頭的 罵她媽媽 在公眾場合 看到媒體扶著她媽媽入場 假裝孝順 她樣子太過噁心 叫她不要假裝 劉家昌說她沒有上學 從來都沒有跟小孩子相處過 不知道什麼叫尊重長輩 更不要說什麼的孝順 比她媽媽還壞了27年 已經定型了 教育也來不及了 我只能夠無奈放棄這個家 一個七十多歲老人家 最少要家人的照顧 但不要離開了 真是夠淒涼 臨走我只能夠說一句 人要知恥要面子 離開之後 她還經常看到她們破壞劉家昌的新聞 前妻蔣家珍說 老屈派喜歡面子的人 她自己是 絕對不容許她老婆在外面做事 快40年 你從來都沒有拍過一場戲 你的錢怎麼來的 在2006年香港演唱會 TVB訪問劉家昌 她親口對媒體說 我賺的每一分錢 都是給了你和家人 我對這個家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不是你不小心地說實話嗎 中國人男主外女主外 先生在外面賺錢 交給太太管是正常 財產登記的家人的名字都是正常 但不能因為你的名字 全部都是屬於你的 很少有這樣無恥的家人 看到這裏 我相信她老婆見到她 爛倒 然後叫她有些保障 然後她自己糊塗糊塗地簽了 然後現在 到了這個境界 關係越來越差 開始分產 所以 既然法律未必打勝訴 錢管不只是財務 正常的家庭沒有人準備離婚 不幸分手 管長就要獨吞 喪盡天良違法 那你就從法律途徑去解決 當時你沒有用法律途徑 你在娛樂圈裡 做了老師 那麼多人給你提櫃 你沒理由這些簡單的事 你都不懂 你簽唱片也要寫合同 讀霸佔之後 就說是你賺回來的 你實在太離譜太無恥了 一個家庭主婦 暗地做過什麼 賺點錢回來 你一把年紀不輕的了 再說十六年的時間 你為了兒子 逃學東奔西藏 有時間 兼差嗎 兼職嗎 一家三校的公眾人物 一舉一動 在媒體的監督 能夠亂吹嗎 總是說 替我還債 現在開始了 這麼後才開始說自己賭 他說用我賺回來的錢 替我埋單有什麼不妥 他現在說 那些錢是我賺回來的 你幫我埋單 埋賭債 有什麼不妥 我賭的自己賺回來的 又不是問你借 又不是欠你錢 有什麼問題 到這麼遲才說他賭錢有問題 在媒體上被你破壞 成為一個賭徒 我走的時候 算算了 最少留了你台幣20億的資產 這些年應該已經輸了一半 這樣說 我沒有眼花 他說 這些年應該敗掉一半了 這也是他自己賭錢的問題 然後他說 蔣家珍我認識你快要40年了 你沒有做過一天的事 你兒子38歲 除了念你做了一個月 再沒有做過事 人人都知道 兩個人加起來78年 都沒有賺過一毫子 如果還要養著媒體 請律師 告我傷害我 繼續下去 這個家當很快就敗光了 你想想你兒子 不懂幾個字 會做些什麼 能夠做些什麼 他還有幾十年要過的 怎麼過 才做人老母 應該上下 你說用高價買了我音樂的版權 高價多少 三千手版權 你買得起嗎 你胡言胡言胡 哄到家人 一家人嘻嘻笑 媒體不問你 法官會問你的錢怎麼來 你就要證明了 蔣家珍 你是世上最沒有廉恥的母親 在你的沒有是非對錯計劃之下 活生生毀了兒子 今天逼我不得不說一個好事 陪兒子去北京做宣傳 在旅館竟然幫兒子叫雞 你這些老母做些什麼好事 北京宣傳打電話給劉家昌的助手 他說Simon 急忙地打什麼給我 他說這些事 鬧出來會身敗名裂 一個無知的女人 竟然做出這些違反人論下流的事 我想問 那你有沒有叫計算 如果你這麼易正言辭 說這些是雙風敗得的時候 蔣家珍大陸召妓是違法的 台灣歌手去大陸 叼盡台灣人的面子 蔣立行改了姓之後 已經變得很幽默了 在臉書Facebook上 拉了一頭牛 被我吹 即是說謊 我告訴你 今天我要把你的名字寫出來 就是告訴你 他們會出庭作證的 以前對家務事 我不敢接受媒體的訪問 我家人太醜陋了 近幾年你們還在媒體上 傷害我的報道 我是應該出來 督穿你們的謊話 決定在華國飯店的記者招待會 會前一個小時 我就會帶劉建國大律師去我的房間 你以前的經理人 Sunny也在場 我當場問你 家裡的錢是誰賺回來的 你回答也是 爸爸你賺回來的 我在家裡有十二棟樓 亦給我一個人去住旅館 對不對 你當著在律師面前 拍空口 馬上幫我安置好 包在你身上 但我當場心願 就帶你去參加記者招待會 喜劇收場 一日一日一年一年 等到快十年 音訊全無 再沒有見過 你這個不負責的騙子 家裡的事 你是有活證人 誰是誰非 你一清二楚 你當著律師和新年面前說 忘記了嗎 你瞞著良心 幫一個滿嘴方 只會拿錢供你揮霍的媽媽 來傷害一個實際出錢 養育你的爸爸 你算是一個男人嗎 他說他是兒子 還有這個龍虎山公司 蔣家珍凍結了我的經濟 以為我就這樣玩完了 在政府監督和朋友的幫助之下 我花了十五年的心血 將一片荒地變成了一個藝術村 十年都沒有來過的蔣家珍 有一日暗暗地跑來看著眼 將近兩百公里的項目 一片歐綠色的建築 眼紅了 就要發大財 等到方日華女士 經濟上幫我的人過世了 死無對證後 帶著北京大律師到龍虎山 暗示說謊地公佈 那個公章遺失了 又買通了辦事員 在公司過了他的名下 還說他當年投資了五百萬美金 所以這一片的資產全部都是他的 他聲稱手裡是匯款單據 拿一張單據去管財務 搖聲一變成為大老闆 太便宜了 最可笑的是十年來沒有人 說是委託我去管理 你又憑什麼要我替你管理 那時候你們兩個公婆不是夫妻關係嗎 拿我當你的部下 薪水多少 那時候你是否有做 如果你堂堂大男人 如果一個女人叫你做你不肯做的話 你可以自己保障自己 他說我做了十五年 都是180個月 我的月薪和董事的薪金加起來 恐怕已經抵消了你所有的五百萬 他之前說他老婆沒有做過任何事 現在又說他老婆請他做事 那你哪句真 他說新來的北京大律師 由公司十五年的紀錄 段章取義是挑毛病的 但改變不了每年的合法審計報告 公司也不是住宅來的 在你的名下就是你的 你以為公司過你的名字 就可以發大財嗎 公司有資產還有負債 都沒有想到嗎 沒有搞清楚嗎 你自己進去 另外江西高院的判決是你輸了 無論法院認定多少錢的債務都好 你一定要付一毛錢都不少 暗地報公章遺失 不發過戶的部分 等你交錢 我們會追究你刑事的部分 發夢都沒有想到 你們兩個貪得無厭 拆膽包天的人 為了不勞而獲 竟然把爸爸幫朋友來告我 到臨界點 終於一個八十歲的老人 決心和你們來最後一口氣 我不能放過一個害我 也害我兒子的人 剛剛接到龍虎山助理的電話 他接到法院通知 蔣家珍說告我的朋友 開完第一庭 他認輸了 對我朋友撤告 那就不告他的朋友 恩真寧願賠償開庭費一切都遲了 看到媒體說我外面欠家產 實在太看小我了 我如果在乎錢 那戶口 就不會用你一個人的名字 我連簽子都懶 我現在宣佈 跟蔣家珍的法律訴訟 贏回每一分錢都會捐去公益 就像我過去的演唱會所得 全部都是兒童營養午餐和孤兒園 希望小孩子能夠上學 受到應該的教育 這個就是劉家昌 我們看看 真的 好了 我又說多一點關於狠毒的男人 覺得 怎麼說 這麼多年 好 先看看 你們覺得 欣妮姐姐和阿欣真是好的朋友 而且 你覺得今時今日 娛樂圈的人清楚 他們兩夫妻 你覺得阿欣真多朋友些 還是劉家昌多朋友些 大家都知道某些人會爛倒 你猜一下別人沒有眼 不懂看 我們又看看 究竟 真心狠毒的男人 有四個特徵 第一 共情能力低 在心理領域 共情能力 我想是同情心 或者同理心 一個很常見的概念 指他們能夠切身處地 考慮別人的感受 對對方面臨處境 能夠以他自己同身感受的一種能力 如果具有這種能力 就可以好好地捕捉他人的情緒 並且願意理解他人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但是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共有這種能力 共情能力 就是比較低的人 可能為了說話直接 沒有情傷 但也沒有共情能力 非常危險 他們冷漠自私 不會對他人的處境 產生同情心 或者同理心 反而會 變成一種 好像看戲的態度 冷眼旁觀 看著別人的痛苦 另外 心理學家發現 絕大多數連環殺手 他們在童年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出現過這些虐待動物的情況 的行為 對於虐待動物 已經是沒有辦法滿足到他們的需求 就把轉移目標到人類身上 這種人就是缺乏同理心 第二種危險的男人就是 OK 等一下 嘩 怎樣 Oh my god 好了 嘩 OK Sorry OK 好 這個 這個 第二種人 不見了 這個 第二種就是 等一下 這個 不是 OK 這個 第二種 第二種人就是 沒有同情心 喜歡妒忌人 這個妒忌就像毒藥一樣 沒有同情心 亦缺乏更多 換位思考 沒有人情味 長話短說 第三種就是善於偽裝的男人 他們善於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內心深處 讓你看到又是另一個樣子 例如假裝可憐 等大家同情他那種 第四種特徵就是情緒不穩定 喜歡用暴力去解決問題 如果閣下 不幸運 遇到這四種特徵的男人 你就小心點 看路了 我覺得最精明的女人 就懂得止蝕 OK 好 這條影片到這裏 多謝各位 我去下一條影片 這個下午時間 很多婦女生姿時間 哈哈哈哈 我們一起看看 究竟 說她減肥成功 會不會弄膨胸失敗 她貼了兩塊藥水膠 在美國開演場會 陳松玲 看看 另外我們看看 其實膨胸有機會致癌 你知不知道 雖然你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但是聽一下這些生活八科 關於掌知識 多謝各位的參與 黃金三小事 分享莫遲 待會我會和靚靚師傅吃飯 還有壽星妹 這個分享 哈哈哈哈 Ladies and gentlemen 待會和靚靚師傅 說說風水玄學的事 很快 好 sweater